各位朋友 今日讲一讲AI的经济价值 近年大家都流行AI 觉得它越来越powerful 可以做到很多以前我们要用很多时间做的事 怎样看AI这个价值呢 投资AI有没有前景呢 首先看一看AI的价值 首先分清楚AI的价值 你是讲什么价值 你是讲它对社会的贡献 还是作为一个产品 这家公司生产的AI产品有没有投资价值呢 首先看它对社会的贡献 无可否认为AI一定会提升我们的生产力 尤其是一些民职的活动 譬如以前我们要请人去 譬如是写稿 可能写记者 写英文或写报告 现在AI很多时候都做到一些报告 或者翻译 很多这些工资 就是以前用人手做的事 其实现在是AI做到的 可以省很多人的时间 所以AI的发明其实都是一个对社会有一个很大的 就是我们叫科技一个贡献 所以对社会来说整体来说是有价值 正如我们譬如发明电子邮件 Internet 都是可以很短时间将信息传给对方 所以AI无可否认 对社会一定有价值 亦都是很重要的 但是AI或者AI产品有没有商业价值呢 要看究竟是整个AI 就是这个 所generate整个行业 和个别公司 我们要看的就是 当然个别公司我不排除有些AI的产品 即是硬件也好 机械人 或者一些 硬件 软件亦都可以 有些公司可以赚钱 但问题是如果有一个热潮 会不会说所有投资AI或者开AI公司这个行业 是可以足够社会上有足够资源去推动这个行业 令到这个行业大部分都可以赚钱呢 那AI其实出来 哪些会第一波去赚钱呢 就一定是一些 帮助计算 譬如晶片 GPU NVIDIA 因为所有AI 背后的软件都要运算 去做一些工程学 这个运算速度 就是决定AI的质量 和成败 所以 因为它是所有 AI软件 都需要这个 晶片 你如果做到一个晶片 是最快 运算最 最厉害的 最厉害的 就一定会先吃到头淡汤 例如NVIDIA 亦都可以 它都会跑赢 原本是Intel 都很厉害的 现在就变成NVIDIA 所以AI硬件公司 尤其是做晶片的一个 就一定会先抢出来赚到钱 如果做其他AI产品 譬如人工智能 我们现在做 Chat GPT 一路一路去 这些会赚到钱 哪些会赚到钱呢 就是 最新那个 Version 譬如说Chat GPT 他都一路有新Version 有新Version 所以最新Version 一定有人追逐 有人追逐 有人愿意付钱 你说 旧一辈的Version 会不会有人付钱呢 就 难一些 为什么呢 如果 它是收不同的价钱 新那个收 500元 旧的收 300元 一定会有些公司出来 去买这些新的 然后就把这个新的服务 打散卖给一些 需要次一等 不需要那么高层的服务 譬如 如果是有人愿意 拿300元买 第二版的话 一定有些公司 会买一个 新的 然后我就打散服务 你是不是需要 每个月有 10分钟 或者5分钟 或者5个问题 这样 这样散卖 就一定可以赚到钱 拿最新的Version 来散卖给客人 慢慢 透过竞争之下 这个第二Version 其实慢慢就会变免费 等于我们什么呢 问一下 Email Email发明 Email对社会有没有贡献 当然有贡献 但你说 现在透过Email币 去赚钱 有没有人还没有人付钱 买Email币 就比较少 所以第一 硬件 计算 会赚钱 第一个发明 最先 的Version 最新的Version 都会赚到钱 但之后那些 就慢慢会变成一个 我们叫一个 大家可以免费得到的 类似公共财的东西 另外就是 整个行业 会不会 都吸到社会资源去发展 大家可能会想 AI很powerful 将来可能 计算法的人脑 当然 能力我就不否认 问题是我们现在看经济价值 还有一个公司 等于 例如举例 就是这样 如果我发明到 一个AI运算很劲 只是 预测到百分之一百 百分之一百 预测到明天六合彩开什么 不厉害了 这个AI的价值 如果百分之一百 可以预测到这个六合彩开什么 价值是什么 价值是多少 当然就这样看 可能是 价值就是 比如下一次开六合彩 或者以后开六合彩 加上价值 当然如果你只卖给一个人 譬如你有个AI百分之一百 准确的 你卖给我 我又不卖给人知道 明天六合彩开什么 只是我知 这东西对我来说有价值 可能我给六合彩奖金 或者奖金一半是三分之一 我怕有人都会中 所以可能 你做个AI 卖给一个人 才有价值 但如果你做个AI百分之一百 可以准确预测六合彩的 卖给全世界人 每个的赔率都是一比一 我赢回我自己的投资 基本上赚不到钱 如果每个都知道 明天立场是什么 其实每个都是分不了钱 所以 如果你作为一个产业 一定要大规模卖 你不能做这么久 投资几年 只卖给一个人 所以无论你制造的东西有多有价值 多厉害 当每个都拥有的时候 其实就变成没有价值 因为社会资源就是这么多 你无论每个都拿一百万出来 去买个机械人 然后每个都 运算就会比人更强 因为始终 你看回电话也是 电话我们有三支 四支 五支 但是人 一个家庭 一个人 他始终摆电话费 那个百分比是有限的 可能一个月就最多 拿三百元出来 给电话费 无论你是三支 四支 五支 六支 都是给三百元的 或者给我三百百分之一 我获获的收益 所以就不会因为有六支 七支就会使一万元 去买这个服务 所以AI 怎样赚钱 就是硬件 最劲的计算 你可以做到最大计算功能的 技术就赚钱了 然后就第一波 最update version的软件 亦都会赚钱 而下面那批 基本上都慢慢变得免费 而整个行业来说 无论你AI去到多powerful 社会上都没可能 给了资源 去AI的行业 你无论多powerful 你海股中六合彩 六合彩就是这么多钱 都是大家夹的 如果个个都中 个个都要拿资源 因为最大的问题 在社会之前是固定的 一个固定的 个个都变了超人 大家分的都很少 所以大家看AI要看大原则 大前景 它是很powerful 它对社会 是一个很大的攻击 它会将人类带去一个 更高的境地 但是作为投资生意 一间公司 两间 或者一些 它可以赚钱 但是整个AI行业 就没可能会赚到钱 比以前多很多 因为无论你多powerful 你都是在一个固定的 一个资源 大家去分 那你越买越多人 你分的部分就越少 而科技 很多人就 当然做科技 就会相信科技 但是科技是 解决不了一些 根本性的问题 根本性的问题 譬如 科技 可不可以解决 政治投票 这个问题 我们现在现有科技 其实没人按个按键 或者整个手指毛 整个身份证 你就立刻在电子投票 这个科技 这件事不难做 一个国家或一个地方 投票选中筒 或者选政治人物 为什么没有一个国家这样做 因为 这样的科技 它是解决不了 投票最重要的根本原则 就是要投票不记名 为什么还要去票站 就是 整个名字接完 然后投入 就是你不想追踪到 哪个投 哪个 所以如果你是一经电子网络 就一定会追踪到 哪个投 哪个 违反了 根本问题就解决不了 现场考试 为什么要去现场考试 为什么不网上 用zoom考 因为你很难 捉去 有没有出帽 都是一个 根本的问题 我们以前有些 P2P platform 就是想着 P2P platform 出来 大家借钱给你 借钱给你 可能不用经银行 不用经中介 但是最后倒闭的就是 P2P平台 就不是银行 原因就是 你吸来吸去都是一些 银行不肯要客 银行 不会跟你分享一些 商业资讯 不会分享一些好客 给你 所以无论你有多先进 P2P matching 银行是不会跟你分享 去一些 有价值的资讯 这件事是科技解决不了的 所以 很多时因为我不肯和你 分享 例如是密联统 我们做到密联统 IoT 但你未必可以接 所有公司所有东西 我不肯和你分享 我公司的秘密 这件事也不是科技 做人性 这是商业的 本质 所以科技很多时 有些是 科技在 但解决不了根本的问题 第二就是 科技可能越先进 我们的服务就越慢 比如我们以前去银行 上银行网 可能打个电话 或者已经做完一个 可能是半分钟的事 现在你上一个 银行网站 Log in 又来 Download 又来 然后做一个service 可能要几分钟 所以你 只是看 Log in 这个功能 可能将来 因为科技发展 其实你反科技一些 譬如 黑客 入侵 那些 坏东西 同一步发展 所以你的 Cyber Security 要求就越高 科技发展 就要花 越多 时间和精神和 自然 去 反诈骗 所以令到你的前进 就不是真的很多 如果同一个Log in 功能 可能将来10年之后 需要100个密码 可能更久 所以我们要看科技 有没有对人类有贡献 就是看 你同一个科技 是否真的令我方便了 还是纯粹为科技与科技 所以今天就说到这里